红人榜企划医护人员擂台赛的初衷 是想让辛苦的医护人员有个抒发的管道 不论是唱歌或是职场甘苦谈 确诊病患会由社会局联络我们 然后他们会派那个防疫计程车送到我们医院来 然后我们就要穿全套防护衣去接 然后洗完也是穿全套防护衣送下去做防疫计程车 然后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多人都不敢回家 所以我们住在防疫旅馆住了大概两个月 辛苦了 对医护人员来讲 他们这个时间是跟一般上班的时间是不一样 对不对 不太一样 你在开套房跟过最久的刀是多久 最久就是加班可以载到12个小时 就上12个小时的刀 站12个小时 跟门诊看起来又不太一样 是病人在诊所可能是一进一出 可是急诊室他可能 这上一秒病人才进来 下一秒新的病人又进来 所以我们可能手头上有时候就要 同时处理十几个病人 除此之外 也希望透过医护人员的分享 可以让观众获得更多医学尝试 最后要谢谢每一位参赛的医护人员 以及在各个角落坚守岗位的白衣 天使 也希望大家对于医护人员 有更多的体谅与理解 让台湾的医病关系可以越来越好 医护人员擂台赛 我们下次见